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28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说两个话题 第一个是承接昨天那集香港消费的话题 我们再次会深入探讨市民不上 或者外游消费的心态 分析香港服务业的问题根源是什么 第二个话题是关于加拿大 曾经因为涉间谍罪名而被中国扣押的两名加拿大人 商人斯帕弗和前外交官康明海 最近有传他们获得加拿大政府赔偿 原因是因为加拿大不想情报收集计划 在法庭被公开 今天就会和大家看看加拿大怎样失国格之余 还要赔了夫人游截兵 输多不暗口费 好了我们先说一下本地的情况 我们上一集说到香港失息的话题 当中包括了劏客 收费海鲜价 礼貌麻麻等等的因素 现实情况是我们必须要承认 市民不愿意在香港花钱 就说一下最近的圣诞节长假 但是12月23号 香港就有50万零7千人次出境 情况已经是非常夸张 现在市面普遍都有一个论调 是说香港的东西很贵 所以令到很多人宁愿北上消费 当然这是影响大家消费意欲的原因 但并不是代表全部的因素 就当你有过百万人次出境过节 那怎样都香港有五百多万人在香港 难道他们又不用消费吗 在一个传统消费意欲高昂的节日 为何都不愿意花钱呢 让我容许今天用少少时间 分享我最近这几天的一个感受 话说我最近就和朋友 去了我公司附近一间 都是中上的中菜食肆食饭 叫了点心 叫了一煲的煲仔饭 也叫了半只炸纸鸡 炸纸鸡就二百多元 又不是便宜 也不算很贵 当那碟炸纸鸡上桌的时候 通常大家都知道 炸纸鸡的摆法 就是把翼的布和腿布 摆在最上的 摆在桌上的时候 就看到一条很明显的鸡毛 我不知道是不是鸡毛 是一条毛 有两只手指那么长 你也可以想想 大家一摆上桌上 通常在桌上 当然有四人一起看着鸡 在鸡翼围里 我看到一条很长的毛 下意识想想 不要紧要 我用筷子快点脱了便可 怎料我只夹着那条毛 支撑起来 她的雞翼也在那裡撕一下 毛毛也抜不掉 餡應站在那裡 她是一個女高級的餡應 我光顧了那間中菜食肆 有五 六年 永遠有伴誰事物 要招待客人 通常選中菜我就去那裡 這位女高級餡應 見到我拿著一些雞翼 在那裡撕一下的時候 她便濾下身 看一看那一碟 就说是鸡毛 然后就不停地笑 虽然她戴着口罩 但我都见得到 其实是我的朋友一起见得到她在这里笑 我的心就觉得 其实有什么好笑呢? 你食物质素出了问题 是不是应该快点 严肃或者礼貌地道歉 就立刻换个碟给客人呢? 因为她不停在这里笑 我的朋友就很尴尬地看着她 我就问她其实哪个位好笑呢? 我说其实半只炸纸鸡 二百多元 我说如果有条鸡毛 是不是也不应该呢? 她就看着我 就说好 那我换个碟给你 很快就拿走了 就走了 过了没多久 她就走回头 在我的桌上和我说 就是她称呼我 周小姐 再炸个给你 半只鸡 二十分钟 等不等? 我和我的朋友就呆了看着她 虽然她只是说了一个客观 换个碟就要等的情况 但给我的感觉就是 不等就不要了的感觉 所以最终我就说不需要了 好了 事情未完的 如果大家记得 我除了叫点心炸纸鸡之外 我叫了个煲仔饭 煲仔饭是立刻叫 等了六十分钟以上的 大家都知道了 煲仔饭一定是一个瓦煲 圆煲上 一些比较中尚的食肆 他们通常就会用一些 靓一点银色的器皿 将煲仔放进去器皿上 其实作用就是靓一点 第二就是 让煲仔饭 锁住了两个耳朵的位置 到另一个高级女士饭 拿着一个壳 帮我们 通常就淋了些豉油 问你豉油是不是淋下去 淋完之后就拿着壳 帮你搅拌 就是搅拌的 搅拌的那些豉油 煲仔饭也要用少少力 去创拌饭 因为它的位置 耳朵位不是放在银色的器柄里面 而是调转了的位置 所以它一搅拌的时候 整个瓦煲 是整个朗下朗下 它一路搅拌饭 整个瓦煲一路朗下 我们四个人就看着 牙波在那里 在那里朗下朗下朗下 去到一个位置 大家都想想 你是不是摆错了呢 突然之间 女士饭就看着我们来说 她就说 你也可以自己来玩哈 你自己摆着也可以 我们四个人的人 Ky – equal sections 是额住 其实被女士 chalk 映有这种反应 当下我和我的朋友 也领了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其实她是否尝试 她尝试 try to be funny 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了 那么我们就没有批误了 其实一间中上的食市 连基本的服务都做不好 所以不是市民不肯花钱 只是有时不想花钱又受气 其实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受气之余 亦都觉得真的很肉酸 你请朋友去吃饭 竟然被人见到一间中菜 他们都是一个比较中上 装修挺好的地方 其实它的食物是挺好吃的 但是有这样的遭遇 我真的觉得有点失礼 所以或者你有朋友 或者亲戚在外国来香港的时候 你告诉我 我是不是一定要设计一些大名牌 或者酒店的食股 我才敢邀请他们去呢 真的很难怪香港人 为什么不愿意在香港花很多钱 有媒体报道 10月份有355万人次的港人去到深圳 在当地就花了39亿港元 看看香港10月份的 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 臨时估计就是338亿元 即是港人单在深圳的消费额 即是相当于香港一个月 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概10% 这个还未计大湾区其他地方 所以市民不在本地消费 怎么可以一句就赖落去钱的问题呢 香港服务麻麻 除了涉及人手问题之外 某个程度就是一个惯性 在黑暴疫情之前 真的很多内地游客来香港旅游 不用搬出数字 大家的感受就是一定最实际 走到哪里都听到人说普通话的 什么店铺都是堆满游客 形成了无论服务是怎样 总会有游客去光顺 至于说食事的服务 不要说其他 只是说我一天里面遇到的情况 遇到两个高级适应 有这么奇怪的服务态度 说真的那句 我都免得浪费时间去投诉 就是说真的你想想 他们都不是第一次了 如果一些高级的适应有这样的服务 而是他们都不怕别人去投诉 根本他们都不怕服务态度差被人炒 你告诉我 这个是不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呢 疫情之后 人人都寄忘通关 遇上的是昔日爆满的内地客重林 然而服务心态没有改 令到香港服务越来越不行 再离谱的是店铺 甚至戴上黄色眼镜去看内地 怪些客人 当面对大批市民 蜂拥北上的时候 开口迷口 就是讽刺内地食市用化学元素 潜台池 就是否笑着北上市民不懂吃呢 与其去攻击别人 有没有借机会反思一下自己 有没有进步的地方 这些店铺的态度 何上不是赶客呢 其实在电台上面 都听到不少听众都说出自己 在香港洗钱的不愉快经历 贴钱买难受黑面 东西越来越难吃 吹客多到不得了 大家都不妨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你们有没有遇过呢 最紧要是让商家知道问题在哪里 因为大家始终都是想香港好的 好了 讲完本地的话题 转个话题 我们看看国际加拿大的消息 2018年12月 加拿大商人施柏佛 和前外交官康明海 因为涉间谍罪而被中国扣押 最终在2021年9月就获释了 由于他们被扣押的时间 和加拿大濫捕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时间相近 所以加拿大就批评 中国所谓是报复了 谁不知去到今年11月的时候 加拿大就被人反张一转了 有媒体就报道 斯柏佛说回自己当年被扣押的原因 说他和康明海 分享有关北韩情报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康明海 会将情报转交去加拿大政府 和五眼联盟的情报人员 还有说斯柏佛正寻求和加拿大政府撒场 来到今个月 最新消息是有指加拿大政府 愿意向斯柏佛和康明海 各赔偿300万家园 大概是1776万港元作为和解补偿金 原因就是不想加拿大的情报收集计划 在法庭被公开 说到这里就有趣了 当年他们两个人被捕 加拿大就大大声否认他们是中国参与间谍活动 但现在先是有斯柏佛爆料 再全就有加拿大愿意赔掩口废 加拿大究竟有没有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给人的感觉还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先是不认不认 随时间接刀都是要认 加拿大都叫做大国 面子真是不知还可以摆在哪里 而且出手似乎都太少加了 据报道 斯柏佛的律师指控加拿大 这件事件上有重大过失 要求赔偿是1050万家园 即是大概6216万港元 现在连三分一的金额都没有 加拿大真是不怕相关计划通天吗 自己出丑都算了 如果计划一个不幸运牵涉美国 弟弟杜鲁多再次得罪大佬 相信他也有很烦 好了今天的今天的焦点到这里 明天再见 拜拜 看完精彩的评论分析 怎少得支持Vanessa Child YouTube的三部曲 留言 赞好和订阅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